国内呢将近有两百万只超过了三十年高龄的老旧瓦斯钢瓶 立法院在昨天通过了附带决议 要求内政部呢那么订定了瓦斯钢瓶管理跟辅导的计划 两年之内呢全国超过了三十年的桶装瓦斯钢瓶要钛换完毕 不过呢瓦斯行业者表示说 现在的瓦斯桶呢一个成本就要一千五到一千六 如果钛换掉将近两百万个瓦斯桶的话 成本将近有三十亿元 而且国内提供瓦斯桶业者呢只有两到三到四家 订货呢要等半年的时间 想要在两年之内态换全部老旧的瓦斯桶根本是换不完 倒是销机会提醒说 这个钱可不能够有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